賴總統我這邊提到不能接受首戰及中戰 但是馬班那邊回應有說人們是需要避免戰爭的總統不是一戰 總統怎麼看這個說法 我想總統的主要的意思就是我們要有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然後要有抗敵的決心 主要的重點應該在這個地方 那怎麼會是投降主義 他的意思就是不能夠接受投降主義 他的意思就是首戰及中戰就等於接受投降主義了 所以他的意思言下之意就是說 我們不能夠接受首戰及中戰的改變 那我想我們是首次作戰嘛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要不斷的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然後不斷的要展現我們這樣的一個決心 那我們在戰略上也要針對這個敵人可能的行動 然後主持發展我們的防衛構想 那以主持削弱敵的這一個攻探的能力作為我們的目標 然後最後讓他侵探的目的沒有辦法達成 昨天賴清德說馬英九提過的首戰及中戰叫做投降主 我覺得賴清德是沒有在看這個國防的白皮書 或是國防部或專業單位他們的一個評斷 所以首戰及中戰講的是中共的戰略的目標 不是我們這邊的所謂的作戰的思維 對我們來說當然是這個要增加防御眾生嘛 那要能夠辭職敵方作戰嘛 那要讓這個所謂的這個國際的力量 可以有更加有空間有時間來去支援 那當然更前提是避戰 所以說換言之以前馬政府的部分的話就是 他的戰略思維第一個首要是避戰 就是不要讓戰爭發生 那台灣就不至於淪落像烏克蘭時候的一個狀況嘛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你要增加那個戰略的防禦眾生 那到最後如果說真的是所謂的 不幸發生戰爭的情況之下 那你要有所謂有效的抵禦的一個國防的力量在 所以首戰及中戰是從大陸方 他們當然希望數戰數決嘛 那這是對他們戰略強定 那對我們來說的話就是不要讓這個事情發生 我們要我們戰略強定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就像他當初講什麼八招潛艦 要一次蓋完 我就完全就是沒有任何的所謂的國防的一個專業 那我特別講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說你現在在馬政府時代 基本上講你說兩岸會發生戰爭 你去外面去問 他覺得你腦袋是有病的 你可能是你可能腦袋有問題 和平成平時期哪來的戰爭問題 可現在大家都問會不會發生戰爭 本身這個問號甚至其他的國際的媒體已經不再認為台灣是一個和平之地 認為是一個火藥庫 這是今天賴清德以及民進黨帶給台灣的第一個危險 第二個危險就是說賴清德有什麼臉來去抹紅馬英九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海峽中線是守住的 結果你現在連淡水和河岸你都守不住 隨便一個前中共的艇長 駕著快艇就可以長驅直路 如路無人之境 不要講突破海峽中線 突破24海里林街區 突破12海里線 直接衝到內水來 甚至登岸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不知道今天賴清德 你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所謂的顏面 你把台灣整個防禦戰略眾生 民進黨整個輪上 然後你真正在做的事 傷害台灣的所謂的 國家的國防安全 你沒有做到捍衛國防的安全 同時你也輪上了戰略眾生 那現在到底有什麼底氣 講這種所謂的抹紅的話語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遺憾 議員 韓國瑜院長 國安會 吳釗燮秘副長 高雄市 陳其邁市長 國防部 顧立雄部長 陸軍官校 余劍峰校長 各位立法委員 各國駐台使節 代表以及五官 有幫軍校校長 各位退役降臉 陸官歷任校長 師長 校友 現場所有貴賓 同學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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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掃氣 請掃氣 新國 陸軍官校百年校慶 能夠以中華民國 三軍統帥的身分 來主持百年慶典 我深感同性 在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裡 我們聚在一起 不僅僅是來紀念這所著名軍校 百年來 煉鐵成鋼 打造一支 又一支的鋼鐵劍鱗 在國家最需要的時候 捍衛國家的生存發展 更是要對所有 曾經在此 學習 成長 並為國家和人民 做出卓越貢獻的陸官人 表達敬意 各位同學 在剛剛的 閱兵 以及分裂師中 每一個人士氣高昂 可以看得出 平時的訓練精神 令人讚賞 我請代表國家 忠心祝福 也忠心感謝 祝福 陸軍官校百歲生日快樂 校運昌隆 迎接更輝煌的百年 陸軍官校 成立支持 當時 是國家圍網 國勢 內外交迫之際 當時走進 路關的年輕人 板腔熱血 為民友 民智 民智 影響的民主共和國 踏上東征 北華 搖共 抗戰的政府 展現出 不怕苦 不怕難 不怕死的大無謂精神 戰功標點 然而 卻也在後續的國共內戰中勢力 民國三十八年 政府過千來台 和連陸軍官校與鳳山副校 軍民更團結一致 打過八二三等戰役 成功守護台灣 近年來 在大大小小的天災地變中 軍愛民 民進軍 軍民一家親 在歷史上 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與共裡 中華民國 也已經在台澎金馬 落地生根 陸軍官校更在鳳山 開支善業 因此 一百年來 縱使歷史 警務 場景 勿換心儀 但我們堅定的確信 中華民國在哪裡 黃埔精神 就在那裡 在這裡 在這裡 鳳山訓練 聚往開來 在這裡 黃埔精神 扎根茁壯 在這裡 秉持為中華民國生存發展而戰 為台澎金馬百姓安全 扶植而戰的 才是真陸官 沒有這份雄心壯志 就是假黃埔 當前 台海的和平穩定 不僅僅受到國際社會的幫助 也是 全球安全和繁榮必要的元素 在陸軍官校舉行百年校慶的指示 全體師 應該要提任 新時代的挑戰和使命 最大的挑戰是 面對中國強勢崛起 迫害台海現狀 是併吞台灣 消滅中華民國為其民主大業之偉大復興 最高的使命是 勇敢 承擔起守護台灣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責大任 各位同學 你們選擇加入陸軍官校 表示你們對國家有使命感 選擇接受最嚴格的訓練 表示你們有勇氣接受挑戰 你們選擇走一條艱辛的道路 更顯示你們有能力承擔大任 因此 在歷史性的時刻 我對各位同學 提出三點勉勵 第一點 深刻體會 犧牲 團結 負責的歷史意義 過關是未來軍官的搖籃 培育國軍將校的基石 各位同學 都是國軍的未來 也是國家的未來 我希望大家 對同袍親愛 自我要求精誠 對人民親愛 對國家忠誠 在從軍的道路上 精益求精 持續提升專業 技能和品德 讓自己成為引文引物 素德兼備的軍事領導人才 同時 要貫徹 不計死身 疑寡敵重 應 共煥濫 自同生死 以及保家衛國 始終如一的決心 只要你們 實力越來越強 國家就會越壯大 你們越是誠著堅定 國家就越能自信前進 我對各位同學的第二點勉勵是 全心全力 奉獻給 國家人民 國軍的屬性 隨著國家發展不斷轉型 從黨軍到國軍 從革命軍到專業軍 從為總理而戰 到為國家人民而戰 百年後的今天 入關的不是革命軍 而是屬於人民的軍隊 當前的國軍 更不屬於任何個人 或黨派 而是效忠國家 效忠人民 效忠民主 各位同學 與同袍 要如手如足 無私無往 對人民 要親民 愛民 服務人民 保護人民 將自己 奉獻給人民 絕不辜負人民 對我們的期待 我的第三點勉勵是 捍衛國家主權 有主權才有國家 有台灣才有中華民國 各位投身 陸軍官校 就是將保衛國家的 種植大任 扛在自己的肩上 我們絕不能夠 敵我不分 也不能夠敵友不分 更不能夠接受 首戰及中戰的投降主義 軍人 是國家 忠誠的所謂者 是國人的依愛 國家的驕傲 我希望各位 堅守國軍的信念 務必要維護 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 堅持中華民國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堅持 捍衛國家主權 不容侵犯並吞 確保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 由兩千三百萬人民共同決定 讓我們一起 捍衛國家主權 維護國家尊嚴 為國家帶來光榮 與繁榮 身為總統 與其三軍統帥 我的責任就是帶領國家 團結國人 共同守護台灣 促進民主 和平繁榮 我會積極落實 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強化國防力量 建構經濟安全 展現穩定 而有原則的兩岸關係 領導能力 以及推動價值外交 跟全球民主國家 肩並肩站在一起 共同發揮規則力量 避免戰爭發生 以備戰 來備戰 靠實力 達到和平 創造 繁榮發展 從520 就任到現在 我已經陸續到各部隊 了解任務執行的方法 關心國軍弟兄姊妹的各項需求 未來我會持續推動國防改革 也會要求軍事訓練 符合世界科技發展的趨勢 持續提升整體戰力 讓國家安全獲得完整的保障 我也要讓國軍在保衛國家的同時 沒有後顧之憂 我會將照顧軍人的生活與尊嚴 放在國防改革的重要位置 也會團結所有國人的力量 一起做國軍的後盾 最後 讓我們 共同為打造現代化 智慧化 專業化的盡力而努力 為守護 國家主權 民主自由 人權的價值而打拼 我們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 今天 我們可以 deposits 需要拍攝嗎 啥